那接下来是华文的 华文的我就会推荐你们这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 其实说实话 华文我没有关注非常多的YouTube的老师 因为华文我在听我学校老师在讲课 然后这一位老师的话 我会注意到他 我会喜欢他的点声 因为他都是专攻在那个概述 我觉得他出的概述视频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比较喜欢他的方式 因为概述说实话 每一位老师教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每位老师的观点都不一样 因为概述他有很多方式去让你去找答案 那我学校的老师说他是一个不定数 每位老师的观点不一样 方式也不一样 那这位老师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那种 然后也是简单直接二药有趣 还有呢 那我要推荐你们的就是在Facebook的这三个群组 前面两个这个群组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觉得不错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GuruBCKL的话 是我的华文老师 我学校的华文老师推荐给我们的 因为那时候在接近XPM前 他们有线上的那个讲座会 华文的讲座会 就是有诗卷一诗卷二的很多部分啦 这三个群组呢 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多的老师 在里面转发帖子 然后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甚至有时候会有各科 就是其他科目的都会有 比如说其他科目的 呃 英文生字表啊 英文生字 生字还有意思 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啦 非常多原话 然后最最最最多的就是那种 关于作文的 然后还有总之很多啦 你们可以去看 就是华文任何 任何你想到的想不到的 你们都可以在这三个群子 看到找到 然后这些老师呢 都是学校老师都是很专业的老师 在分享的 然后一个呢 就是数学 数学呢 你们可以看这个D-DAT TV 这个TV其实那时候 好像是国家政府嘛 还是教育局 教育部 他们为了帮我们这个疫情 这一年的考生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YouTube 其实这个是在电台播出的 一个教育的那一个 但是我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电台 所以我就能够去YouTube看 我最推荐你们的是数学 因为我只有看 这个电台关于这一系列的数学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他有出两个 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少 但是我有看到他的两个视频 就是这两个 然后这位老师呢 他真的很神奇 这位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的方式 但是他的方式就是可以让你不用用计算机算 你都可以拿到答案 直接看题目拿到答案的那一种 我在SPM前看到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庆幸 我SPM 我钱 我真的是 因为我看了他的视频 我有自己去用他的方法去试验一下 真的是可以的 就是你基本上 不需要用计算机的 就是有一些题目啦 但是有些题目 他也会教你怎么样用计算机 用很简单的算法去算出他 去按出他的 所以这位老师真的就是宝藏 人间宝藏 数学宝藏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 就是你们 你们 我觉得你们现在 可以先冲去看这位老师的视频 真的 真的太神奇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 就是很很神奇 然后我还有推荐我的朋友去看 然后他也觉得 这位老师教的数学 真的是让我震惊到 还有一个频道呢 就是那个未成年 这个未成年呢 他是一位叫Dino学长的学长 在分享的 他们会邀请非常多科目的老师 去小小的分享 就是通常一个视频 都会在一个小时左右这样子 然后会有不同的老师分享 然后赵老师还有杰主任 是有上过他们的那个频道的 你们可以多去关注 他的关于考试服这一系列的视频 就是YouTube上有很多 然后YouTube最底下最底下最新的几个 你们可以看到杰主任 还有赵老师 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科目 然后还会有关于很多升学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他也有小红书 然后他也有Facebook 好那这些就是我考SPM前一直有在看的一些YouTube上的老师 这些老师呢都是我自己看了我非常喜欢他教学方式 然后他还有视频呈现方式 还有这个老师本身 幽默度啦 我都很喜欢的那一种 然后在小红书啊 我也是有看到非常非常多人推荐他们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 一些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问他 因为关于你们的format的话 都是学校老师知道的比较多了 刚刚好这些老师 大多数都是学校老师 所以你们可以拿到比较正确的资料 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科目 或者其他很喜欢的老师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 你们可以列出他们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Facebook啊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名字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要看关于我自己本人是怎么样学习的 是怎么样主攻的 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的话 你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 然后可以点赞加收藏 这支视频 关系的时候就可以 看翻一下我的这支视频 看这一些老师去找一下他们的YouTube频道咯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是Yuki 拜拜